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逢年底了 各大地产公司和金融类机构纷纷推出2020年的房地产的涨势的预测 大部分预测是10%左右的涨幅 显然各有各的理论基础 但是我这里有自己的看法 现在讲出来 要直到2022年房价走势 必须了解影响房价的几大因素 下面我们就从五个方面逐个来分析一下 简单明了 讲人话 不落俗套 不故弄喧嘘 第一就是低利率 疫情期间 为了维持经济运行 实时的量化宽松 势必造成低利率 超低的利率和躲避疫情的需要两者叠加起来 是大温 包括整个加拿大2021年独立房和连排别墅火热的最重要因素 现在疫情不断重复 2022年大概率不会大幅提高利率 如果利率维持低位 即使涨个一两次的0.25的百分点 也不会对房地产的整体走势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二点就是通胀 近十年来 大温房价增速超过收入的两倍 更加严重的是 加拿大人2021年以过去数十年最快的速度借钱买房 没有偿还的抵押债务飙升到历史新高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人们体会到了可怕的通胀 虽然加拿大官方统计是年通胀率可是4.5% 但亲身感觉远远高于此指标 钱不值钱了 普通百姓唯一指望能抗通胀的投资类产品就是房地产 2022年 客观上 政府有提高利率用来控制通胀的需求 但诡异的现象是 一边通胀爆棚 一边却是需要振兴的经济 政府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土豆肆意大撒币的后遗症越来越明显 只会花钱 不懂经济的土豆 面对暴涨的房地产价格和诱人的房地产税 也许只是做这样子 象征性的出台一些控制房价的政策 奇怪的是 土豆每次的治理房价的政策 都会配套着推出鼓励炒房的措施 不信大家都翻开历史去看一看 第三 疫情 疫情让人们改变了家的概念 疫情之前 房子就是家 是人们下班后休息生活的居所 而疫情期间 房子不单是家 也是办公室和工作场所 居家令更是把房子变成了休闲和健身场所 房子的内在价值大大的提高 价格 涨势也就不可阻挡 正当全民疫苗接种率超过70% 人们纷纷回到办公室 地产市场看起来就要继续回到公寓作为主导的时刻的时候 超强传播率的毒王Omicron全空出世 让加拿大各个省府病例飙升 抗疫似乎一夜又回到了解放前 适合居家躲避疫情的独立房和颠排别墅需求继续强盛 第四 新移民和省计迁移 今年加拿大有望实现40万移民的目标 联邦的说法是需要移民来创造就业机会 推动经济复苏 可是不要忘记移民的增加 对房地产的需求也是强新增 住房飙升有三个最主要的动力 如今有低利率和供应短缺 现在又加上了新移民 尽管全球疫情一波三折 但加拿大开放边境吸引移民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 近几年来 外省迁移到大温定居的人口也越来越多 省计迁移导致大温地区的房地产需求大于供给的矛盾 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那些等待观望 期待大温房地产下跌再出手的买家 只能无奈地花更多的钱来买房 第五就是新开工量 现实中当前的独立房和连排别墅的库存不断地降低 需求远远大于供给 而政府审批的新房开工量远远跟不上需求 而且如果疫情情况非常糟糕 那么对房屋建设也是很大的影响 因为会出现人手不足的状况 也经常发生建材或电子设备供应量紧张 迟迟无法交货的严重现象 我就帮客人买了一个新的独立房 冰箱要到六个月之后才能交货 这个就是因为疫情导致供应量紧张造成的 即将出台的购房冷静期 可限制外籍人士购房措施 对房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但如果不增加供给量 现在的供应求的局面依然很难改观 平易房价很难实现 房价上涨很可能会放缓 但回落几乎是不可能的 种种迹象表明 政客们自身就是房地产上涨的最大受益者 打击房价只是做做样子 抚慰一下无产者的心情 如果政府不出台极端打击房价的政策 基本上是越打越涨 也就是说呢 2022年越晚卖房花钱有可能越多 而且利率有可能略微提高一些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看完点赞 腰蝉万贯 订阅转发 财神道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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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 订阅转发